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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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个礼拜我们说到 这个 唐代语后 收藏文学就很 发达 发达 在唐代是因为什么 发达起来的 因为 佛教的传播 对不对 为了要传播佛教 而唐代的 这种民间 艺术 艺术 在哪里 在佛寺的广场 对不对 佛寺 你看这个影响大不大 这影响很大 一直到我们 现在 民间艺术 汇翠的在 这个地方上 是以哪里为汇翠的中心呢 寺庙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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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佛寺 剧场 佛寺剧场 是 这个 北朝 就慢慢有的 到唐代 那是发达的 宋代以后呢 是在这个 瓦瑟 郭南 对不对 这是一种 以商业行为 配合当时候人的生活的 因为那时候的街道 我和各位说过没有 街道 原来我们的街道是怎么样 是棋盘式的 每一个方块 就叫方 这个方里边 形成一个巨肉的单位 它有这个什么呢 方门 有门 晚上 宵禁的 只有哪一个时候不宵禁呢 只有元宵 所以叫今午夜时 会不会谁啊 今午就知今午 所不方位是令 那一天不宵禁 所以叫夜时 是 可是 晚航母代以后 这种城市的 这种城市呢 的一种 一种 规制 破坏掉了 所以 宋代以后 就改成什么样 以前是方向制 到了 到了 到了宋代呢 它是街市 就和我们现在一样 沿街什么样 商店邻里 那这样的情形呢 宵禁就很难 所以在宋代以后 百姓的夜生活非常发达 夜生活一发达 就有相应的措施 就把唐代的佛饰剧场 变成瓦瑟 瓦瑟 就规模大的一个 这个 表演艺术的这个 聚集的一个中心 那里边呢 就设立各式各样不同的表演区 剧场 每个表演区 我们说波兰 波兰怎么样形成 我和各位上个礼拜说过 这大大小小的这种波兰 是 承载着各种不同的表演艺术 比如扎耍特技的 或者是什么呢 收唱艺术的 或者是这个戏曲表演的 等等都有 还有呢 里边也有一些 这个商业的这个 买卖 还有酒家 茶坊 也都在里边营业 互相呢 共虚啊 产生连锁的一种共虚 因此呢 这个表演艺术呢 就有一个非常好的怎么样 温床 这个温床 那里边 来讨生活的岳父歌迹 是 他们呢 从事各种行业 表演的各种行业 不一定只有演戏 这些呢 考不上科举的文人 就创作了民间文学 各式各样民间文学 比如说打灯明的 他就去做言语 言语就是现在所谓的谜语 这个我们讲过的 那也有呢 替人写 收藏本子 收藏的本子 编剧本 这一些呢 他们就形成了 一个书会 书会 一个创作的团体 然后自称 书会才人 别人就称他为 书会先生 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 两宋的这个民间艺术呢 基文献来观察 是发展到这个如入中天 论内容的这个品类是繁多 不过 即使后来明清也没有超过 也没有超过 那前代呢 也没有超过 所以我常常啊 说 宋代虽然弱小啊 但却是中国文化 最高的时候 所以两宋啊 是我们中国人文 艺术 文学 思想 综合起来就是文化最高的时代 真文化最高的时代 思想家 文学家也一样 清代呢 是我们中国回光返照的这个时代 什么叫回光返照啊 要 这个时代要灭亡了 就好像一个人要死的时候 他最后的生命力 那个整个散出来 那个回光一样 所以清代各种文学 各种文体 都在清代呢 再现 而且都有很高的成绩 这个时代 如此 最落脱的两个时代 南北朝的北朝不必说啦 北朝那是 几乎没有一个皇帝 是得好使的时代 北朝的北魏 你看很盛啊 对不对 我把它算一算 平均年龄皇帝才几岁 你们敢想象吗 22.9不到23 你如果要做这个北魏的皇帝啊 你就准备23岁 就要翘辟子啊 类似这样的时代就不必说了 元旦有开始的 大一统以前的40年 这个滅金 加上大一统90年 所以他也有130年 元旦这个时代啊 呃 是 各位知道 异族的文化 政治的腐败 黑暗 这大家都知道的 可是呢 有一个陈元安啊 也是我老师的老师 他研究 元旦的文化 他研究 元旦的文化 政治文化 他认为元旦的这个少数民族 注入到 我们汉民族来 也有它 很了不起的一个作用 他负面的有 正面呢 注入了一个民族的活泼性 所以我们呢 从一个高度发展的 然后再转型的另外一个活泼性 也有它的这个意义 所以元旦的这个文学 这种别取的文学 这种别取的文学 也是在这种情况之下 这个产生的 元旦虽然呢 好些汉族的文人 会去影响这些汉化的蒙古人 很厚色目的 维吾瓦那色目的 但是相同 它也影响我们很大 就文化的这个焦虑 你看 我们的语音 因此入生消失 北方官化的那个成立 都是在这个元旦的 那明代呢 是恢复汉唐一关 可是呢 这个蒙古人的 就拿这个学术的立场 或者是文学的立场 拿唐售清来比的话 那么明代是很衰落的 很衰落 因为它被130年的破坏 还没有恢复过来 一个民族受到的这个灼伤 还没有恢复过来 所以明代的人呢 写的诗也好 写的文也好 当然明家也有 明家也有 还有写的这个戏曲 尤其学术实在是不同样的 这是因为灼伤很厉害 这就像我们鸦片战争 到现在有多少年了 也150年 鸦片战争 可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民族著尊心 你们看看 有没有完全恢复啦 大陆是因为这个不打内仗 我们中国人只要不内乱 不打内仗 那是突飞猛进的 内耗是最严重的 所以呢 现在不管这个自我 一种著尊心 一种这个 国家的这个什么呢 能在世界上站稳角度 也是这一二十年才开始有的 那我们台湾呢 就像台风 今天台风从南来帮我们刮 从西边来刮 我们没有办法有一个自我自主的这个环境 这些都我们呢 很无奈的 读书 读古书 也要能懂得回顾我们 就来关照我们现台 你读了书才是活的 所以 因为这个宋代 在这样背景之下 你看他的这个 瓦瑟锅兰里边的艺术 不管是品类繁多 而且呢 他的艺术的这个 这些 植地的高层主 都是历朝历代里边 不敢说样样都第一 但是绝对都是非常出了把嘴的 所以把宋代的这些表演艺术弄清楚 你上就可以怎么样 过年以往 下就可以开展这个 袁明清以后 所以当年呢 这个李登辉啊 刚刚上台的时候 打出来要 恢复这个什么呢 乡土艺术 传统艺术 以前我们 台湾的 都不重视自己的东西 所以台湾的好多的这个 传统的 乡土艺术 淪落啊 灭绝的非常的厉害 非常的厉害 李登辉开始呢 说要回归本土 找了郝伯春 做行政院长 这是他政治所段厉害 因为郝伯春肩上有几颗星啊 有四颗星啊 那时候最多星的 他的这个什么呢 底下的将领 他一呼百应的 李登辉要做总统 也要能掌控这个军权 那 就把你引进来行政院长 你看一个军人就说 我是宰相啊 谁都都都不会回头的 马上就栽进去 那这个其他不说了 我们郝伯春先生 还倡导在台湾啊 要恢复中华 这个艺术文化 这个艺术文化 就责成当时候的文化部门 叫文建会 文建会呢 就是 我们台大考古人类学系的 当过我们文学院院长 也当选中研究院院士的 这个陈其露先生 他呢 这个 责成他 去创设一个 中国文化园区 陈其露先生呢 就找我 那时候我年纪还不大 大概 40左右 我想说 这样的一个 仲德大任要我来负责规划 躺着 也在 中国文化园区 上厕所也 中国文化园区 做梦的时候也 中国文化园区 因为我在思考 各位都知道 我第一要怎么样 名识是不是要先定位啊 什么叫中国文化 第一 哎哟 越想越多 中国文化 这个真的 海阔天空啊 无所不包啊 然后呢 这个时候 要把它在园区里边 在园区里边 要来呈现 法民主的文化 呈现要不要 要不要具体的东西啊 要落实要具体的东西 忽然有一天 所以喝酒的时候很有用 酒后回来 躺着呢 在那边 忽然 蹦一跳起来 我说 中国文化 时空 时间绵延 绵延五千多年 对不对啊 空间呢 整个 中国大陆那么广阔 包括韩国日本这四一的 都是中华文化的这种范围 那如何呈现呢 我忽然想到当时候电视剧啊 有一个什么桌的 他在比赛 时间暂停 时间暂停 就是 现在几秒 等一下继续 时间暂停 我说 为什么我不敢 时空暂停 我说 好 用时空暂停 那么时空暂停 最具体啊 可以呈现的 就是宋代张哲端的清明上河土 清明上河土里边所绘画的宋代的各种形式的房设 但是河边的这个拱桥 河上的船 岸上各种不同身份的人 穿的衣服 开的商店 什么都有 然后呢 我说 他就是我们中国文化发展极高的一个这个现象 你都不必要再经过考证 把这个图再现起来 他就是一个动态的 动态的文化圆群 而且是中国这个历史上最精粹 最繁华的一个 所以 我看里边有好多房设 为什么不把我这几天归纳出来的文化元素 最重化的文化元素 十个文化元素 每一个呢 把它弄成一个博物馆 这博物馆呢 我的朋友里边 我马上想到你们许进雄老师 我就叫他这个什么呢 他研究一个古代社会生活 古代社会生活就是先前的 我说好 就由你来规划古代这个什么呢 古代生活博物馆 那么研究服装的 我自己也研究历 我也曾经研究历代的车嘛 来一个雨服馆 因为雨服在当时就是十一柱行里边的衣和险 对不对 历朝历代总要打仗 所以又这个什么呢 这个历朝的战争博物馆 把历史上几个重要的 然后呢 也要人文的 比如说思想性的 文学性的 艺术性的 生活性的 高 因为那个时代 也讲求高文化 低文化的这个观念 那低文化就是民间民属的生活 等等呢 设立十个博物馆 好 中华民族不是一个汉族而已啊 我已经也到大陆走过几次 那为什么不在周边 周边 在设立几个这个什么呢 汉满门回藏门 汉不要 主体性 满门回藏 这些重要的少数民族的文化园区 这些少数民族文化园区 就用现代他们的 有的文物 还有他们的生活方式 就在这里展现 等于来这个园区的 还可以看到 各式各样的这个民族的 这个不同的文化 这个什么呢 特色 我这么一想 房个生起来 从下午三四点钟 写到七点钟 规划案呢 细数性的五六千字 一挥而就 第二天就送出去 因为我个性很急 然后郝伯春就在立法院 照本宣科 那时候都在读你老师的意见和官员 然后我就和这个副主委 从台湾佗走到台湾委 去问县市长 你们有没有希望 来设这个园区 而我心中最瞩目的是哪个地方呢 是游錫坤当院长 当县长的 那个东山河 因为东山河旁边啊 就和那个 当年那个北宋的便和 很相近 东山河市 台湾很少数 还活着的和 我都很想在里面调影 活着的和 就把他当便和村 游錫坤当然很愿意 高雄的余权月英也很愿意 可是国民党的凤仗县长 没有一个愿意的 因为呢 他们没有这个眼光 结果啊 郝伯春下来 因为四颗星被摘掉了 于说连战于上海 他觉得这个不是他的政绩 就偷偷拉拉 我们还是 本来呢 每个礼拜都要出巡去找 后来一个月出去 后来呢 上边不逼我 副主委也没有在找我 那我一人还能做什么呢 所以这个文化园区就胎死互咎 可是 那个 瓦斯郭南的最先内涵 我在1973年到1976年 这四年里边呢 都在这个 在青年公园 青年公园 青年公园呢 我就举办了 每年一度 中秋节前后五天五夜 从上午十点到晚上十点 汇翠了 经过田野调查 鉴定 鉴定 鉴定就要看你每一样艺术 它达到的层次是什么 有什么特色 经过田野调查 鉴定 我的那个工作团队 只有十个教授 每个教授带几个学生 所以浩浩荡荡 然后把这个挑出来的 看当时候的经费怎么样 因为我和这些 集团呢 做一种田野调查 有来有往 几乎都成为好朋友 我只举其中一个例子 你们知道 在那个时代 电视里面影响力最大是谁 这个什么 黄俊雄的电视布袋系 对不对 我要制作一个节目 就是掌重五春秋 把各门各派的这个 物袋系 汇吹在一起 比如说 李天路 就是西匹二房的 这个叫外江派 那 许王的是在台北县 他就是这个 别管派 那在台南的那个全革派 这个黄顺人 他是打扯 就专门 兵器 上场兵器作战的 这种技法 还有在云林的中仁壁 他是以鸽子钓为音乐的 还有在福尾的 黄俊雄的父亲黄海带 他是什么呢 他是改良派的 所以他部我大一点 黄家都是有一种前瞻性的 这各门各派的我会出来 当然电视布袋系 也要一派 这些其他的 刚才我说的那几派 那些演师在当年都是 我一个一个都把他们推荐去得新传奖 或者民主议事 所以他的交情都很好 曾老师你要办的 我们只拿一万 搬运费就好 一万 他们平常请出去的 他们的文化节目是十万块 黄俊雄那时候的价钱是四十万 演艺场 可是他说 曾老师 你是为我们做事的 我不拿你一分一毛的钱 我来为您笑 我说啊 我很感动 但是呢 我有一个小请求 你从引领 从服务委 搬那么多道具 因为他那个电视的场面很大 搬那么多道具 也要一卡车啊 所以卡车的这个搬运费 起码应当我来帮你出把 你已经没有得到这个报酬 那好 那就是六万块钱 搬运费 所以你们曾老师当时 能够办那么大的活动 两千多个人来演出 两千多个人演出啊 团体一百三十七个团体 才花我们大中华民国四百五十万台币 就是这样的情形 那我的这个观念是怎么来的啊 宋代的瓦瑟郭南 我把青年公园那个地方 当做宋代的一个瓦瑟 里面含入各种不同的舞台形式 演大型戏曲的大舞台 演这个比较小型的小舞台 就是我戏啊 皮影戏 傀儡戏 布袋戏 这一些 还有半露天的舞台 演出收唱艺术 那收唱艺术之夜 还有手工艺术 围绕在青年公园的周边 1985年是86个摊位 86年就变成100个摊位 各种不同的手工艺术 你们能想得到的都有 都有 那我把那个 表演艺术分作 民间契乐 歌谣 说唱 小戏 还有呢 我戏 大戏 杂技 七大类别 你们一定会说 那为什么没有舞蹈啊 舞蹈也是表演艺术 因为乡土的舞蹈 通通融入在 杂技 小戏 和大戏里面 它不太单独处 独立 手工艺术 我把制作的手法 接近十种制作的手法 比如说雕啊 瘦啊 柱啊 柱啊 烧啊 烤啊 这个 鞭啊 柱啊 自作的柱啊 等等 然后再来 比如说要瘦 雕 就拿雕来举例 玉雕啊 金属雕啊 石雕啊 木雕啊 竹雕啊 皮雕啊 然后这个什么呢 果雕啊 蛋雕啊 豪芒雕啊 你看这一雕下来 再承担有多少啊 我们请来的事实上只有46种 为什么 因为那些是拿得出来 经过选定 所以光列表 民间表演艺术就109种 137个团体演出109种 台湾自开天蔽地以来 没有像你们曾老师 汇翠这么大的这个 后来 19 这个86年内 我觉得已经 最高潮了 然后我就到德国去教书了 于是说这个呢 就慢慢停满下来 原来 每个大学 中学 受到影响 我们台大 因为这样的影响 台大也有布袋系社 这个 武龙武师社 格子系社 平聚社 昆聚社 等等这些民间艺术 一碰到 学校有什么庆 哎 东东出来 那时候是 是这样的情形 我们校庆的时候 我还弄了 找了一大堆民间艺人 在伊林大道大游行 这个是当年的这个情况 我的理念从哪里来 从两宋的瓦瑟戈兰 因为我研究过它 记忆那么多 我们再现瓦瑟戈兰的面貌 我说这个好像自己在催自己 但事实上就是你们曾老师在年轻的时候 学与自用的某一种这个立正 所以读书 终于还是要活得可用的 所以我当时候极力倡导 学术通俗化要反驳社会 学术通俗化要反驳社会 我们这个社会 这个国家才能不停的提升 不停的前进 两宋的这些 说唱的重要品类 我们在七百页都把它举出来 而且一个一个家与说明 家与说明 其中有一些名词还是学者都说不清楚的 我写的是我一家之眼 我认为怎么样 我把它考察了 所以不一定对 比如说那个和声 和声 史建于新唐书 卷一一九 五平一传 卷中载 五平一建唐 中中书 永云 不见胡悦 诗于生律 本辈自宜之术 必来日益流荡 异曲新生 哀思赢 史字王公 杀其语相 妖记胡人 皆同世子 获言 非主秦奥 获列王公名之 勇歌踏舞 皓约和声 仁纳唐细弄 第二章第五节 和声条 总结其特征云 和声之声 为和乐之异曲新生 以大祖遗人 和声之荣 又为和语之 妖也别谢 亦令官者 色寿魂语 和声之故事 不为当时之 名妃艳造 贵咒风流 要皆由胡人编之演之 尚非当时 国风与国际中之 所固有也 道德宋代 高城 世慕纪元 卷九 隐新唐书五平一传 续和声条云 即是和声之源 起自唐中中时也 今人亦为之唱题目 红麦一间至 卷六和声诗词调云 将这间 陆其陵女 有慧侠之文末 能于席上 只物体友 应命则成者 为之和声 其古迹寒完奉者 为之乔和声 盖京都移封也 红氏所云 其上 指物体友 应命得成 正可以为高城 唱题目做解释 可见和声在唐宋间 虽然名称不变 但到了宋代 实质上 以往唱题目发展 而其内容 若古迹寒完奉者 则为之乔和声 红氏还举了两个例子 张安国守临川 王宣子 解庐林郡 守应归 赐福 安国志九郡斋 昭郡氏 陈汉清参会 誓散月一记 言学作诗 汉清语之曰 太守孤为吴马 今日两周始军对席 岁城石马 汝亦作八句 继宁历良久 极高已曰 同世天边世从城 江头相遇 转秦心 寅如离如吴霞玉 暖座如林游角村 五马今朝成石马 两人前日央千人 便看非照催归赤 共作中书 木画君 安国为资 赞赏近日 赏以外前 鱼首贵姬 有歌诸功调女子 洪惠音 正唱 慈刺 呼挺鼓 百曰 惠音有树海小曲 月容举四 乃歌曰 梅花似雪 刚披雪来香挫折 雪里梅花 无限精神总属他 梅花无欲 只有东君来做主 船与东君 潜与梅花做主人 隔壁 再拜云 梅者会因自欲 非敢借你梅花 孤已借意 雪者指无赖恶少者 官奴因言其人在府 一跃而遭恶子 困扰者 至四五 故琴献其词 在刘备中成不义得 从这两例看来 宋代的和声 显然已 经转为唱题目 前者以石码为题目 而以七律唱之 后者以雪中眉为题 而以小许唱之 智为明显 然而和声的辞职 本意如何 未见学者错意一次 盖 入者已为 《东京梦卡路卷8》 6月6日 春虎军生日 24日 神宝冠神生日条约 其中续集 自早成一百戏之 名目有和声 魄仪和声本作和声 以其表演时 以声合奏故云 作和声 乃音声审文作声 位居是否 好 你们有没有看出 我治水的一个毛病 不是 一个特色 不是毛病 你和声 包括仁阿北 对不对 说了半天 有没有说 为什么叫和声 这个名呢 都没有说出来 都是从一些文献 再说一些现象 这现象和和声 能不能拉得起来 根本拉不起来 所以我说 显然这个和声 是从那个 有足柱头的那个声 民间文学 我们叫什么 声文而变 有没有啊 声文而变 因为它去掉那个声 你就看不出它的意义了 如果把那个足柱头加进去的话 和声就是在演出这个是用那个什么 用声来伴奏的 是和声乐而演出 因此叫和声 民间的东西啊 它起名字 一定有个某一个道理 而这个道理呢 很自由的 都民间的人随便说的 随便说 好 说定了 大家就跟着他们说 那万一呢 在写错字的话 那本意和这个名词 就搞不清楚了 那像这样子 可以看出它有没有演进啊 它的起源是什么样 这种记忆 是在唐代 那么这种 它是歌舞来演出的 歌舞演出是哪一方的歌 哪一方的舞蹈啊 夫人的 对不对啊 夫人一定比较的浪漫 引以奔放 所以呢 被公中里边啊 生活啊 在屋檐底下 公中里边的 她碰到新的东西 她就会喜欢 为什么 杨贵妃那么喜欢跳这个 胡轩舞啊 胡轩舞夫人的舞蹈啊 为什么美国的disco 一下就传遍世界啊 它非常的这个浪漫奔放 好 那么要 歌舞一定要有一种怎么样 内容主题啊 那时候 公中的那些美丽的公主 或者又胖又难堪的公主 或者哪一个宰相是肚皮垂到膝盖上的 那些各种这个形貌 背来演说歌唱跳是不是最吸引人啊 所以她原来是范围在这上面 可是慢慢到了宋代 她名词变了 为什么名词变了 因为她变成子物体友 指着某一种东西 你来歌咏她 在歌咏里边你也歌唱舞蹈 同样还是用声来伴奏 所以我们举了宋代两个例子 是不是都有题目啊 一个就是两个太守 为什么太守是十马 太守在古代认为要用几匹马 五马 五马 那个是从哪里来的啊 孔雀东南 不是日出东南里那一首诗里边 那个罗虎呢在吹嘘 吹嘘她的丈夫都了不起 还有那个要追求她的那个太守 五马立此此 对不对 所以五马就变成 变成这个太守的象征了 各位 你不要小看这一点 我花了一些时间呢 去这个 考察 到底 五马 有没有这回事 到底呢 这个毛宫顶上边 这个好像我都会说过了 也许 毛宫顶这个字 是 上边是马 到底几匹马 一般的解讀是麻三批 這個經文學家 我們孔老師也把這個舉出來 說麻三批 我說老師我反對 因為我所看過的田野野田野考古挖出來的麻 沒有是三批的 不是兩批就是四批或者一批 庶民百姓是一批 像孔子那樣的大夫是兩批 戰車諸侯四批 我說三批你要叫他怎麼拉 所以這個三批有問題 我說會不會啊 裡面有一批是他那個批共用的 你們看看算一算 這個在古代叫什麼 河穩 河穩 我們孔老師呢 好啊喝酒去吧 我兩次是喝酒去的 都是這樣胡說八道的 一二三四 毛公當然要駕四批嘛 那三批沒有辦法 沒有那個立正 所以我才說研究學問要什麼 文獻還要怎麼樣 文物啊 文物當然是田野考古的文物很重要 這些我用文物啊 也解決了好些問題 各位不要小看這一點 所以五馬啊 後來有天子架多少啊 六龍對不對 六龍 那時候後代啊 比較發達 這個馬匹的這種排列啊 不是春秋 因為春秋戰國 春秋戰國的時候 這是一個橫鱷 對不對啊 一個橫鱷 架兩匹馬 它有那個鱷扛著 所以叫浮馬 浮鱷之馬 浮就是扛著鱷的馬 另外兩匹為什麼 叫參馬 是可以額外參加進來 不需要可以解得開的 可是那個鱷馬 架了兩匹鱷馬 能不能解開啊 不能解開的 那麼六龍 在外邊 比如說 變成另外呢 各左右兩匹參馬 跑起來跟我說 天子六龍是有道理 那個五馬怎麼架 我就搞不清楚 這個鱷 類似這樣 就是一個鱷 知道嗎 這個鱷 所以它這個鱷馬 就是題目了 雪中梅也是個題目啊 這種情形啊 在後來的這個 尤其這個什麼呢 歌啊舞名裡邊啊 九樓歌記裡邊 在宋代的 宋詞的那一些 相關記載 就很多 很多 聰明的記名 它可以集息子物體友 就唱題目 有個題目 它把它歌唱起來 看你的敏捷度怎麼樣 就變成一種 酒令裡邊的 要義之一 所以這個說 這個也是說唱啊 對不對啊 有題目 它是根據來說唱 這是應當呢 和聲 是因為和著銀字聲 來演唱 所以叫和聲 這個就通了 我在當年啊 各位這個什麼呢 我說過的 在青年公園 辦了這個民間藝術活動 有一種呢 當年台灣非常流行的 民間藝術活動 那個 那個 叫什麼 漢語財地 漢語財地 聽過沒有 把他寫成文字呢 後來我把它 把它統一了 在採茶的時候 的一種茶歌 這茶歌後來呢 也加入了 一些這個 故事內容啊 然後唱出來 而他的這種唱法 我田野調查 兩次裡面 一次我請來演出 總共三次 我可以看出啊 他就是子物體友 的一個這個什麼呢 一個方式 方式 演出者 在舞台上 主唱者 甩著那個小茶欄 用繩子 甩著那個茶欄 一邊唱一邊舞蹈 旁邊有一兩個呢 配搭他來舞蹈 等於伴舞的啦 現在歌星上台 不是都有一堆人 在那邊跳來跳去嗎 不知道看哪一個好 這個 有兩次都是這樣 那麼我那一次在民間劇場呢 我去主持這個節目 說明這個在我們中國啊 歷史非常久遠 那麼他這樣甩一甩 有觀眾舉舉手來 那個採茶樑 就非常準確的咻 一丟 丟到你的這個前面 你就把菜籃子拿起來 我是那時候給五百塊錢 我那時候五百塊很大 給他 這個再甩回去 他把我祖宗巴拉都捧了 他就說 從這五百開始來 來來說 那有一些調皮搗蛋的 就把身上衛生紙拿一把起來 把它擺回去 他又拉起來 一看衛生紙 可惡 就借著衛生紙 很粗魯的 那個很難聽的 就把你罵得裹血噴頭 植物體有就會 有的用石頭 那也有些罵你 如果你給他可以吃的 可以喝的 可以什麼 他就給你看這個 這個東西的分量 給你這個一唱一打 這個叫做網查車股 所以我當時候說 不是有一個後來選擇立法委員 哪一個叫極致割網 對不對 他那唱來割網 其實不算什麼 老是衣啊 衣啊 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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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麼湊運 可是人家這個網查車股 是什麼東西 就極性的用這個東西配合 查掉 查科 因為查掉查科 我們說過 他語言性強不強啊 很強的 那個 有一種規律的制約性 還很強的 所以他很容易就可以套上去 套上去 各社有人用這個什麼 身上的鋼筆啊 鋼筆啊 價錢不錯 他也唱得好聽的 原子筆就唱差一點 那如果弄手錶了 那就不一樣了 這個就是 一直在我那個年代 我在倡導民間藝術的時候 它還存在 可是現在有沒有 還有沒有 還有 沒有演出 但是有保留 是誰保留的 是劇團 劇團保留 你們有時候也有 我告訴鄭榮慶 有時候把它弄出來 大家玩一玩 玩一玩 這個民俗性 民間性 很有氣味的 像這個要保留下來 好 這是 所謂和聲 接著我們再看 文學史上也搞不清的 各派說法 這個小說那一節 據上文引錄 南宋麥格翁都城記上 和無字幕 孟來幕 均有說話四家之說 但由於文字段落不明 句奏奇異 所以近代學者 對於說話四家的叛讀果為分歧 其分歧情況見 成胡適寅畫本小說代論 南宋說話四家術 頁102 陳如恒 陳如恒取義文選說話頁402 認為四家音分座 1.小說又稱銀字兒 2.說公案說鐵記兒 3.說金說餐寢 4.講史書 住者以為 孟兩路超至都城記者 可以不論 而奈德翁雖言語不詳 其實略有章法可循 也就是四家的標點分 分法音作 說話也四家 一者小說 匯之銀字兒 如煙粉零怪傳奇說公案 今是薄刀改棒及發肌變態之事 說鐵記兒 為釋馬精骨之事 說金 為言說佛說 說參琴 為兵主參財悟道等事 講史書 講說前代書史文傳語 心肺征戰之事 也就是說 住者對於說話四家的看法 是和陳如恒相同的 因為說公案 如何能與煙粉零怪傳奇的 小說規定為同一類 而公案與鐵記兒 都以復復懸疑引人入勝 說金 說參琴 畢竟皆有關佛事 他們各互相原意 何而為一類 也是很自然的事 所以古人 有時候寫文章寫不通 我們禍人就很麻煩 其實這個 應當怎麼樣 它脫懶 幾個字就可以清清楚楚 各位聽 說話有四家 一則小說 為之淫字 如煙粉零怪傳奇 那麼如煙粉零怪傳奇這三樣 就是小說的內容 內容的三類 其二說公案 皆是薄刀趕棒及發肌變態之事 又說鐵記兒為釋馬金骨師之事 其三說金為遠說佛書 這個各位 這個標點也沒排對 說金為遠出佛金 又說參琴 這個要用分號 為遠說佛書 各位把它改分號 又說參琴 為賓族參禪悟道等事 其事講史詩 講說前代詩屬文傳 心肺征戰之事 像這樣就不是清清楚楚 它就是沒些好 上面已經說一則小說了 怎麼沒有二則三則四則呢 開頭又有什麼 又有四家 因為這些書都是 不是這個什麼古文大家 或者是文人學術啊 寫出來 像這樣的所謂四家 是不是就清清楚楚啊 你們如果去看文學史啊 或者有關小說史啊 或者說唱的 那真是讓你如醉無理如衷 所以各位 文獻資料 你善於去 這個什麼 收集 整理 最後重要的是在哪裡啊 解讀 解讀 解讀不準確 或者不用心 但是 常常非常寶貴的這個 這個資料呢 就被等賢視資了 那個資料在那邊呼喚你 呼叫你 你也衝啊不穩 資料也是有生命的 它的生命意思 你就發現它 所以呢 各位要聽我的話 如何解讀資料 如何解讀資料 你要用心的把資料 標點 標點的清清楚楚 章法沒落 一個頓號 一個多號 尤其一個句號 尤其一個句號 都要把它呢 弄得準確 弄得準確 你讀它的時候 你來解讀它 你的條理 就很清楚 別人來讀 別人來讀 就不會 就能順著你這樣來 你的這個說法 尋釋漸進 否則的話 就會讓人家呢 混淆不清 諸公調呢 我還是再補充說一下 上個禮拜我們說 叫諸公調 他加個諸 諸位同學 諸位先生 會不會只有一個人啊 不會 所以諸公調呢 是各種公調 匯聚在一起 產生的一種 說唱文學 而且諸公調啊 可以說 是 詞曲系 曲牌體 發展出來的 一種 收藏文學的集資 但是收藏 諸公調的諸公調 本身有沒有發展呢 我們說過 還記得嗎 最早的是什麼時代 北宋的劉志遠 諸公調 北宋的劉志遠 諸公調 雖然產本 可是我們可以看出 他那時候 就用公調曲牌 和散文的交互使用 就這一點 說用散文 暢用韻文 和唐代的什麼一樣啊 唐代的變文 對不對啊 一樣 開始用取牌 諸公調會不會是 應該比較 開始用取牌 就取牌體來說 請問諸公調 會是 比較 早還是比較晚 當然是晚嘛 對不對 因為他的層次比較高 比較複雜 所以最早的一定是什麼 同調 從頭 記得嗎 同調從頭裡邊 就一個調子不停的反覆 這些我們都講過的 取牌呢 聚眾成群的 一些方式 取牌聚眾成群的一些方式 像骨子廚 用調教鏈 一百支 就可以演出什麼故事 演出 重複的一支曲子 就可以演出 《西鄉記》的整個故事 你 把它弄成 大曲的 同調從頭變作 也可以演出 有儲漢之爭 但是它是一個調子 這些調子 因為單獨的 所以取調的個性 是一定的 它裡面的變作方法是怎麼樣 使它因為變作 就 就 運用了怎麼樣 同調從頭的變作 比如說開頭一兩支曲子 是一板三眼 慢慢的進入一板一眼 慢慢的進入一板一眼 慢慢的進入 有板無眼 進入壯板 滾板或者什麼 變化節奏 以音樂性會變化 但是取牌到後來 自己有個性 有個性的 會不會 隨便和人家拉索在一起 相宜綁 就不會 就像我們做人 成為每一個人 表面上看起來都一樣一個人 可是每一個人的個性 和品味一樣不一樣 不一樣 所以 你就和你的朋友常會在一起 他就和他的朋友常一起 所以道不同不相為謀 物語類伎 取牌也一樣 如果說 我這樣的格調的 和另外一個和我差別很大的 把我們兩個揪在一起 會不會今天我做你一拳 你明天做我一拳 道理還是一樣 從這個公調轉移到另外公調 是不是情境要轉變呢 因為這個公調本身 但是音樂公調嚴格說來有什麼 調高 調屎 調性 調性 性是什麼 音樂的品味啊 你隨便抓 抓錯了 取牌 按上不適合的公調 音樂家 音樂家譜起來 是很難聽的 很難聽的 尤其呢 像 我們說過北區和南區有什麼大的差別啊 哪一個是這個什麼呢 細膩若元的 南區的細區 對不對 南區的細區 北區 北區基本上是怎麼樣 北方的 是 高 悍 熊 爽 你對男女 在他們恩恩愛愛 說一些這個什麼呢 很甜蜜的話 你卻在他們唱北區 你怎麼愛我媽 沒有啊 這樣的這個語言 你怎麼能夠談的愛情呢 因為他的音樂就是這樣子 所以要烏龍鑽魚 來互相配搭 才可以 諸公調呢 已經在收唱文學裡面 很高級的一個 一個收唱藝術 音樂已經到相高的收唱藝術 和那個七個字十個字的 還帶有一種引擁 這個 漫隱其身來引擁的 七個字的詩 和十個字的詞 是不一樣的 不一樣 因為他取牌呢 已經有進入了相當高的制約性 所以說唱文學裡面的 詩戰戲 板腔體 就從什麼時候開始啊 從辯文 然後陶真 然後這個什麼呢 矮詞 是 原明清啊 我們再說 可是 詞曲戲 曲牌體 它 就由北宋的諸公調 和南宋的鑽詞 那個鑽詞 和諸公調 是命名不一樣 南北命名不一樣 諸公調是因為 各種不同的公調 會吹起來 鑽詞呢 是強調我這個 是可以引人入聖 讓你聽了以後你就聽 捨不得的就一直聽下去 把你引人入聖 撞取你的眼淚 因此稱為 鑽詞 我那個四川大學的朋友 他 寫了半天的文章 他要來反對 我說副鑽就是南諸公調 可是他 還忽略了一個 學術的大忌諱 對什麼叫做鑽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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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什麼叫副鑽 名義同不同 有沒有先做介意啊 都沒有 所以他副鑽 為什麼鑽他又叫副呢 他就不去思考它 所以他當然就不知道 副鑽 顛覆的副 事實上可以畫等號是什麼意思啊 我們重複的副可以寫那個字啊 也可以寫副鑽的副啊 意思都是怎麼樣 一而再的意思 一而再的意思 所以副鑽是一而再的鑽詞 一而再的鑽詞 那不是南方的諸公調是什麼呢 所以像這一些啊也是 學術的這個 大家沒有弄清楚 我說出來 當然有些人就同意了 有些人還是有疑 但是疑義你要反播 就要反播的怎麼樣 按照學理的反播 而不是官機現象 這個 各位知道 董謝元啊 的西鄉記 是一種什麼啊 說唱文學 說唱文學 我有一個朋友 這一次來的一個叫王庭信啊 他是 這個 江蘇東南大學的文學院長 他呢 對我的戲曲與史的研究啊 那當然文章裡面都 絕大部分都是贊同的 嗯 可是他提出了說 我太重視 這個 太重視呢 那個我提出了九個條件裡面的代言體 代言體 他認為呢 戲曲啊 有好些不一定 也要多重視 非代言體的部分 嗯 因為沒有時間 他能討論啊 那麼 這個是 觀設到 說唱文學 與戲曲的關係 啊 與戲曲的關係 說唱文學啊 絕對是戲曲很重要的母體 他呢 提供了戲曲啊 這個很豐富的 題材 在 情節 故事 的滋養 因為戲曲是在演故事 如果沒有說唱文學 這樣長篇 演述的 複雜的故事的話 各位 那是 無法形成大戲的 甚至可以說 沒有大型的收唱文學 就沒有大型的大戲 的產生 因為這些大型的大戲啊 對這收唱文學啊 不足提供很重要的故事題材 那是 的滋養 還提供了 多彩多姿的 那個 音樂的成分 戲曲 是不是這兩個 最重要啊 都是根源於收唱 所以收唱和戲曲 事實上是一體兩面 一翻身 這一翻 這邊 收唱 一翻 就戲曲 這例子很多 因此我們要強調 為什麼強調 還有 代言啊 因為非代言呢 就是還停頓在什麼階段呢 收唱的階段 進入完全的代言 就是戲曲 那麼請問 有沒有 有沒有這個什麼呢 要進入戲曲 但是代言呢 好像進入代言啊 但是還不乾乾脆脆 還停留啦 好些什麼啊 好些這個收唱的 痕跡在裡面 有的 有的 為什麼呢 因為啊 你這個 收唱的部分 要轉化成戲曲 在民間的手法上 常常還不夠純熟 比如說我到 這個 那個貴州 浦定縣 上官屯 蔡官屯 去考察 地戲 地戲 就是在地上演出的戲曲 他的那個劇本 我一看 整個是收唱文學的劇本 可是他演出的時候 都把他什麼 叫做採唱 本來收唱文學 要不要化妝啊 要不要充任人物啊 收唱文學是 依人 收唱 是全知觀點 他們已經把他戲曲化到 分配角色 辦事人物啊 已經到這個程度了 而且什麼 彩唱啊 化妝啊 可是在說話裡邊 那個代言的那個口吻 有時候好像有 有時候還保留什麼樣 保留收唱的那個樣子 這民間的東西必然如此 而且不只一個例子 你就拿我們租公 調董西鄉來說啊 董西鄉 在我們所看到的董西鄉 是整個怎麼樣 一人說唱 對不對 都一個人的口吻 這個我把它叫全知觀點 這是純粹的收唱 一定是如此 可是像明代呢 已經發展到什麼呢 一個大桌子 分配角色 演張生的一個 演怎麼樣 崔瑩瑩的 弘良一個老夫人 一個白馬將軍 或者是老和尚 或者是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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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強盜 孫飛虎 坐下來 輪到你 說的時候 你唱的時候 就代表 張生在唱 但他唱的口吻呢 還是停留在 說唱本子 因為有一天啊 把那個口吻改成 我張生如何 現在是不是好多劇本 我張生如何 我薛平貴如何 薛平貴 你還要自己 我如何就好 還要在薛平貴幹什麼呢 可是原來 說唱的那個純粹說 他就是薛平貴啊 可是演的人呢 我現在是薛平貴啊 所以就會加個我薛平貴啊 就變成這個 這個代言與非代言之間的一個 一個 一個模糊地帶 你看 這一些人 是這樣唱 有一天他們也發張 站起來 輪到自己的時候 就用自己的口吻唱 他就是轉化成為什麼呢 戲曲啊 我也和各位說過 楊麗花 和這個廖瓊珠 小咪 他們當年 在電台裡面 錄製歌子戲節目 要給誰聽啊 給在田裡邊 種田的 工場 做工的 這些人呢 沒有時間 鎖在電視機前邊的人 就來聽廣播 他們是怎麼排的啊 天馬 歌子戲團 是隸屬於這個正聲廣播電台 正聲廣播電台 養了這一批人 錄製的時候 一樣的圍一大圈 該楊麗花做男主角插 他就插 該誰插 誰就插 但是用代言體 他是用代言體 因為沒人看到 所以就不要深斷動作 所以演技當然退步 可是什麼藝術會提升啊 歌唱 所以歌子戲最好聽的 是那個廣播的時代 你看 你看 後來 這幾個人一到了舞台 廖瓊之的苦彈 這個 楊麗花 那都是不得了 因為他在那個 背景 所以呢 我們在學術上 在無可奈何的情況 要說說唱和代言 不 說唱和戲曲之間 的一個分界線 就是有沒有完全進入代言 所以這個學術有說 你要有定位 有定位才好 好怎麼樣 好論述 戲劇和戲曲 在中國 他本來就有戲劇和戲曲 這兩個名詞啊 這兩個名詞 最早的這個意義 你都沒有弄清楚 你如何去論述這個呢 可是這兩個名詞的意義 在古人是怎麼樣 在哪一個時代是什麼意義 可是背了一個大學者 哪一個啊 王國偉啊 王國偉他在戲曲的是 泰山北斗的開創者 他說臭啦 大家跟著走 就對了 所以戲曲被他運用了以後 就是中國的傳統的 這個古典戲劇 戲劇 中國傳統的古典戲劇 就叫戲曲 而不是戲曲 在最出現的時候的什麼 的南齊戲文 南方這個大戲的稱呼 就像北方大戲的最早的稱呼是妖夢 後來轉換北劇 可是你看寫戲劇史 我一發都是名不正 言不順 你戲劇到後來受到西方影響 戲劇建立一個更廣闊的一種概念 可是戲劇在我們中國早期呢 戲就是戲弄啊 劇團的合稱啊 什麼叫戲弄 免得你不能戲人我啦 就用古蹟飛鞋的動作 對不對 調侃人這叫戲弄 劇團天下事 劇團叫笑談天下事 所以說出來要怎麼樣 要古蹟飛鞋啊 才能叫劇團啊 戲弄做出來的動作要古蹟飛鞋啊 所以戲劇的根源在中國唐代的時候出現 它代表意義是什麼啊 就是古蹟飛鞋的一個演故事的表演 那就是參軍戲嘛 所以參軍戲原來在唐代就叫戲劇 可是現在呢受西方影響 什麼drama 什麼play 什麼這些演戲 什麼這些 弄得搞糊塗啦 我們只好呢把它當作 一種這個更廣闊 比戲劇更廣闊的概念 所以你開場的時候把它說清楚 所以就拿這個觀念來說 我們的戲劇 現在觀念的戲劇 是什麼時代呢 我們的所謂小戲 是什麼時候有的 什麼時候包含哪一些 我們的大戲就是歷朝歷代哪些劇種 要不定位好 你定位好以後 論述就沒有問題 可是都不論吞吵 裡邊自相矛盾 什麼概念 這個什麼 結果你自己弄糊塗了 而不自知 所以你看這個諸公廟 那個佩馨啊 把它唸幾段 就讓大家同學們知道 諸公廟發展到那個這個時代 它的文學性已經有多高了 為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文學史史史史史史裡邊 不解的一個問題 可以不可以從這裡得到一個指示啊 什麼圓雜劇 一出現以後 就規律那麼嚴重 這合不合乎那個什麼 文學眼鏡或者物理這個進化的現象 為什麼圓雜劇一出來 就名家而且那個曲子那麼成熟 文學性那麼高 因為諸公廟給你的已經什麼 都預備好了 你一轉身就戲曲了 你在變化是什麼呢 體制規律在進一步發展 語言音樂都給你提供好 這些道理啊 你打通了戲曲史的這個認知 我一直不敢下筆把它完成 兩個緣故 因為我覺得這是 我這一輩最後要寫的一部大作 太早寫好的話 沒事幹啊 等死啊 很難過啊 所以常常不敢把它寫完 這是一個很奇妙的心理 第二就是我的自學態度方法 不是隨隨便便啊 這個沒弄清楚以前就下筆了 嗯 嗯 好 一 七百二十頁 知覺顯董西鄉見六 長庭送筆一段 以虧報一斑 好 各位看 念一下 後數日升行 夫人既因奉禮道 法縮旅焉 金零浮溪十里小婷至酒 悲歡禮盒一噸酒 南北都吸十里城 這個是代言還是敘述啊 敘述對不對啊 他敘述所說用的語言是簡約的還是鋪墊的啊 簡約 可見這時候所用的散文的運用 只是為了要怎麼樣 要割落唱詞與唱詞之間的縫詞 所以他是重在說還是重在唱 重在唱 諸公調也好 還有我們前面引述的那個 這個施贊題 施贊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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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贊題的收唱 那個和王寧編 對不對 也一樣 都是重在唱 所以收唱 收唱 其實呢 兩者之間的話 是重在唱 可是它分化 也會分化 有些呢 已經分化 可以明顯跟它重在說 所以重在說的一碎片 就變成什麼呢 短篇的 畫品小說 長篇的怎麼樣 張規小說 好 好 大實調 嗯 蝶功課 蝶功課 腹地雀 相送 凌交也 恰語音音 冤為戰相守 被公民使人離缺 好圓夜空一央 平皆嘆 不忍清離別 早事 早是任淒淒涼 受煩惱 哪看之暮秋時節 雨兒戰先 向晚風如飄裂 哪聞得摔柳 名產妻妾 慧知今日比後 何時重見也 袖身上淫明 問淚不絕 憂恨沒風暗節 好難歌聲 縱有千兆風情 何處說 回聲 莫道男兒心如鐵 君見滿川紅葉 近世離人眼中寫 好 各位看看 這是一個弓調 幾支曲子構成的啊 兩支 你看 欲禪欲 欲禪 這事實上是幾支曲子啊 這個是磁調還是取調啊 這個形式還是磁調啊 它是幾個樂章過程的啊 兩個樂章 你看中間一個圈圈 是前後兩個樂章 所以它呢 還含有磁的形式 而這個助攻調你看它 一詞一尾 再看那個 下邊 樂章上平息殘令 你看這個殘令 這個殘令就是我們所說的 異調間 異調連綴 對不對 異調 所以 第二支曲子 多安純 第三支曲子 叫做雪里梅 第四支曲子叫 臭少 你們仔細回去閱讀 是不是每一個弓調一轉換 情節 情調 會不會隨著轉變啊 也會隨著轉變啊 所以它一個弓調裡邊的曲子 事實上呢 是代表著一個排場 這就是排場 後來的排場轉移啊 後來戲劇很重要 排場轉移也都在這裡打好基礎了 各位你看 像這個文字 是不是 可以說亞中 對不對 相當優雅 但還帶有 點鐘呢 還是比較清新的啊 不那麼點鐘 清新 各位要注意 你們曾老師在 剛開始寫閃文啊 總覺得自己獨賴 一肚子的中國的這個 典雅的語言啊 不用很可惜 所以寫了閃文啊 哇 文的不得了 文的不得了 對我 對戰公正 這個典故 這個排比 讓人家讀啊 我的朋友說 奇怪 你的閃文 為什麼要讀這個 那麼辛苦 你看 就是說啊 年輕的時候啊 就怕人家不知道 你有滿腹清潤 怕人家不知道 你學了中國的這個 美麗的遲早有多少 我都經過這一些 其實這是錯誤的 我們 這個 這個 台敬龍 台老師 說 勇一啊 這個文章呢 就是要 普實 普直 但終有未 兩句話 我們提福冠頂 所以我現在寫的文字呢 很平淡 寫 台大六門題杜 寫的都非常的簡單 各種情況 但是大家呢 骨子裡面 覺得 很有幽默感 有幽默感 如果你用的是 典故 雅文啊 那除非你要寫的是 一個悲劑 悲劑 這個就 適於一點 我也寫過很多悲劑 不一樣 如果你用到戲曲裡面 你千萬不要呢 用了太多的典故 太 華麗的遲早 典故要用 一定要鼠典 各位什麼叫鼠典 鼠典 含著兩種意義 一種呢 是經史裡面 經書裡面的 典故 但是已經被大家 很流行 很普及民間 那麼大家一聽就知道 這一種也算鼠典了 另外一種呢 民間的成語 民間的成語 尤其呢 民間裡面好有一些 這個諺語啊 俗語啊 俗能詳 這一些用起來啊 可以使你的語句 靈念 但含印的滋味 往往不是文字 一下子能夠 字面上表達的 這一種呢 是可以用的 尤其地方戲曲 地方的俗語 艷語 稀後語 要用得多 當年我提倡 台灣的精緻歌子戲 精緻歌子戲 因為歌子戲已經被 被這個什麼呢 從劇場裡面 趕出來到民間廟會 我又要把他們 拉回到劇場裡面 我寫了一篇 從野台到國家劇院 要把他們拉吧 回國家劇院 歌子戲能再度 進入國家劇院 那個有力的 所在哪裡呢 就在這裡 那麼那時候 所倡導的 我就結合了 我心目中 最好的 河洛歌子戲團 找他們來 在台大羅蘇路旁邊 那時候有一個 日本 日本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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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在那邊吃飯 我就說 現在 電視歌子戲 已經著火入魔了 楊麗花所演的 都是 不必做事情 就可以隨便 銀子可以掏出來 那麼他平常在幹什麼 女孩子漂亮 女孩子碰到他 都要嫁給他 所以他一說後 身邊都有七八個 像這個唐伯虎點秋香 已經有了八個 他要取第九個 那一種模式 而且文武全才 碰到再壞的人 他出手就是一定是武功高強 我說通通 三家電視台都是同樣的 而且那時候電子媒體 什麼 一弄就 各種聲音 電視媒體 變成很惡劣 歌子戲的那個什麼呢 最重要的 我強調了 鄉土的語言 鄉土的性格 通通明末 幾乎不唱 唱也唱了兩三句 而且都是國語翻過來的唱腔 唱腔 寫的是國語的四句 唱出來呢 用閩南話唱 唱得都不倫不倫 所以 到了這個程度 我想呢 非把它 重整不可 所以就 結合到 那個 劉忠元 我說他是台灣歌子戲的時候 推手 他那時候叫做 叫什麼 糟糕我怎麼把它忘了 劉忠元那個劇團叫什麼 河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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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我義務當他的 河洛 總監 藝術總監 他尊重我 一打出來 就是 河洛 藝術總監 製作人 才河洛 道遠 什麼編劇家 我那時候是被這麼推崇 我沒有拿過他們一毛錢 就把我的理念 和他的理念 我們談的呢 都很接近 所以就 共同倡導 叫精緻歌子戲 精緻歌子戲 就是那時候80年代 民國80年代 我告訴他 你第一 在電視裡面 不要再演那些了 以歷史劇 為素材 裡面 裡面 有 內容 有思想 有真正的 人間式的劇情 我強調 人間式 你看看我 我演出的那戲 絕不會 福里可以和人戀愛幾百 也不會 這個 死了 又出來 然後又五百年的一個水 也可以 湊合在一起 你知道嗎 然後好沒有那個 愛情的這個 根據 對… 愛情的那個 言動力 只看了一言 就可以 一千多年都在愛 這個我是寫不出來的 我要叫梁山某住英台 能夠有那樣 叫他們 心靈開頭就會 因為銀石 契合 就因為入場裡邊的生活 點點滴滴 兩個人的一種 這種 觀念 心靈的契合 竹魔 把它演出來 所以最後 他才會為他死亡 一般的戲 梁山某住英台 一見面就 就 就敗一敗 敗一敗就變兄弟 兄弟一直 然後十八鄉中 糊裡糊塗 回去以後聽說 那女的 就自殺了 這個是不通的 所以我說要演出人間事 有血有肉 結果 他推出了 西漢演藝 那一年馬上得了金鐘獎 然後一連串都是他在得獎 當然我旁邊的助力也是不小的 因為 確實他是有思想念 所以我在寫了 金字歌子信六大訴求 栽培劇團 大概也花了好些年 所以 終於把 歌子信從野台又拉回到 國家劇院 或者各地方的這個文化中心 這個呢 就是 我懂得 我們歌子信要保留兩樣 因為歌子信的鄉土語言 是最能動人心的 所以 那時候 劉中元 還有一個叫了 石文富 陳德立 這一些都 鄉土文學相當什麼的 我一看 我說 要把這個什麼呢 變成 純粹的 精準的 台灣歌子系的語言 不要那個 落馬本 用那個魯這樣問誰 變成 精準的語言 給觀眾就變成一種教育 喔 原來我們也能畫 英當幹什麼 我要參考說 恢復歌子系的原來的曲調 每一個曲調都打出曲調的名字來 每一個幕 就是什麼兩三句話 不能超過四句話 不能密密碼碼的排氣 這個都是我主張的 取牌 取調名字 幾句話 長一點的 唱完 接著唱完 讓觀眾呢 帶動觀眾眼睛 視覺種種結合在一起 還演出的 我們台灣原有的民間故事 為這個什麼呢 為重要 那一些啊 太遙遠的 或者大家 一般老百姓 不熟悉的 也不要演 因為啊 他在那邊看 像後來不是被 歌子系 被這個宗教業說嗎 一天到晚在那邊演宗教故事 那就完蛋了 我說你寫這些唱詞 寫這些佛經 連我這樣的人都來不及了解 就唱過去了 你整個劇場裡邊 誰在知道你在幹什麼 宗教是這樣傳播的嗎 不對的 但宗教你給錢 他就天天女光頭在唱 唱這個佛教歌 歌子詩 你看這一下不是沒有 這些都是錯誤 所以鄉土語言 鄉土性格 鄉土性格包括鄉土的故事 尤其呢 來挑動 廣大的鄉土情懷 這是地方戲曲 應有的 你把它以此來列比 收唱文學 是什麼樣的性格 它道理也一樣 那我們現在看到的 我也許呢 比喻扯得比較遠 那基本道理一樣 像這個 我們這個 西鄉紀啊 你把它觀察 會發現 它 這個西鄉紀 絕不是原始的豬公調 更早的 你 剛才我們說的哪一個豬公調 劉之源 一筆就知道 它 都是短套 一曲 一尾 這裡邊也出現 禪令 比較多 曲子也多了 可是到了 天保儀式豬公調 王柏城 那整個是圓曲 三個現存 就有這三 發展的三部曲 這一點沒有人說過 我還沒寫論 因為要寫得太多 常常忘 這個是各位呢 回去自己閱讀的時候 你看看像這樣的曲子都美 墨到南兒心如鐵 君不見滿川紅葉 近是離人眼中雪 我為什麼沒有把入生讀出來啊 因為這時候怎麼樣 入生開始消失 他用的你看 寫得那麼稀切 用的就是車遮印 車遮印本身就有一種 冷奢 淒美的那個味道 那麼發 春光 平安處 笑笑 雨 些 如果用入生 那這個情味更濃 像這些就是選印 選印也都很能配合 所以像這個西鄉藝珠宮廟 是一部可以當文學作品 好好細細閱讀的 這各位有興趣 花一點時間 在家裡自己泡一杯茶 想像崔英英和情人要離北 你再說給人聽 像唱到剛才我們說那樣 你就 也有這個 滿川紅葉 近是離人眼中雪 你看這個寫得 動一樣的意象 動一樣的真切 對不對 顏色什麼 是不是直接 碰觸你的心靈啊 他有沒有用什麼典故啊 沒有 這個就是 亞中代史 也是俗中代亞的一種 文字最精妙的地方 好 我們今天講到這裡 謝謝各位 謝謝 謝謝